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欢迎 大家好 我是郭靖芳 今天很高兴来上这个节目 欢迎我们的科长 天员在绕墙 给你一个出席 给你一个博杰 大家好 我是陈博杰 欢迎 我知道刚刚科长想要讲 科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怎么说 基本上你懂番茜来都响 基本上你懂番茜来都响 耶 百分 因为科长其实很认真练习 科长是我们的客家姓氛 客家媳妇 你认识是什么 你是听得懂一点点的吗 刚才主持人讲的基本上都听得懂 哇 对 但是要重复那个腔调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对 你其实是本来应该算是台南人 是 其实是台南人 现在是客家媳妇 然后在苗栗住了快十年 十年 那你在苗栗会听到 比如说婆家那边的人 多多少少少 会 其实都会 就走在街道上什么的 其实听到客家话的频率是很高的 真的 对 我们也都要考课语认证 所以你也有考课语认证 我有考过 那你是考初级吗 我是考初级 好 我们给她一个掌声 谢谢大家 好啦 很棒 I'm just say 我姐是因为个就是 赤策展人 然后也策展的像这样的 他给反通 所以其实也是越来越认识我们客家 对 很努力地在认识 真的 我跟你讲 客家这个 超出你的想象好不好 我相信 是不是 你真的认识我们之后 你会觉得里面有非常多的保障 等待你去挖 因为我们是很内敬的 但是好像图腾没有那么鲜明 可是其实很多细腻的地方在里面 可以细细品味 细细娃娶 所以今天我们两个是有绿细 是不是有讲好 是不是 女子团体 我们是心有灵犀 的女子团体 好可爱 我今天在台阁的小街 描述她的反通 一块是让我们的小街 就描述她的 就描述她的 不好的 就新银也是好 就是什么 都描述她的反通 是不是邀请科长帮我们讲一下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易碎节 而且跟当地的居民 是有很深的连结 好 那这边谢谢主持人 那其实苗栗的电载易碎节 今年是迈入第四个年头 然后它从2021年开始 然后其实易碎节 等一下博杰这边 会介绍整个易碎节的起源 那在台湾的话 其实办的比较长期跟成功 是台北易碎节的部分 那易碎节的精神 就是希望走出正规的表演场地 然后跟在地的店家 然后跟小型的 跟小型的表演节目 还有年轻的创作者去做结合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蛮有趣的发想 就是我们看表演 不一定要正经为座 在一个很正式的表演场地里面 我们可以走出来 走到咖啡店 走到减餐店 甚至走到健身房 我们前面有几届 有一次也是有在健身房 然后我觉得这个整个企划 对于就是推动在地返乡青年的一些观光 跟地方创生 就还蛮有连结的这样子 听起来真的很感人 我觉得台湾真的很需要这一块 我觉得一开始我们会先鼓励说 大家看戏要记得到 你还是要花钱买票进剧场看戏 但是我觉得文化艺术这种东西 其实是慢慢培养的 所以我们从苗栗这样子开始 我们就觉得 你还把这种东西带到外面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直在推进 也是一直在 我觉得是不同的 不停的创作跟不停的前进 所以刚刚科长有讲到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不是只是在里面看 所以我们这次是完全跟 当地有一个很深的连结 等于是大家一起动起来 对 然后如果你是居民 大家一起来看表演 所以主题 薄熙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 分享一下 其实不知道大家 对易碎这两个字熟不熟悉 不熟 其实它的顾名思义就是 艺术的倒碎 所以是非常蓬勃旺盛的 那易碎的精神 其实就是很希望 我们有一个机会 让创作者都可以去展示 它的作品 这是易碎精神 好有画面喔 对不对 那这个概念来自于英国 然后进入到了台湾之后 我们多数都是 就是获得了政府机构的支持 来透过公司员来办理 所以我们在多数的来讲 都会用征选的方式 来把节目领选出来 所以是非常竞争的 对 那这一次的主题叫 电载下大斗局 那其实很明显 我们知道电载 电家就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角色 这个当地的观光 活络产业 没错 没错 然后居民连结 是 我们也是透过公开的征选 选出了六个 截然不同的场地的电家 做我们艺术业节的 一个展演空间 那打斗局 其实就是借用了客家的 一句话 大丢戏 大丢戏 每一家每一户 自己端出一道菜 来跟别人分享 那其实我们这次把这个菜 变成了艺术家的作品 好棒喔 带到了店家里面去 希望可以跟在地的民众 或者是来到苗栗 当地旅行的朋友们 他可以换一个角度 去体验这些日常生活的场景 然后艺术家 因为跟民众接触 跟在地的店家接触 也可以让他的艺术作品 产生不同的化学作用 是 所以大家不要每次谈到艺术 或谈到剧场 就觉得好像距离我们 比较遥远的这样的感觉 其实不一样 而且我好喜欢你们 这次大丢戏 衍生的打斗剧 因为你最高的 你的客家乡情 你一道菜 你知道那是一个 怎么样的糊落 其实那是一种能量 一种连结 尤其是情感的一种高虑 对 然后我们觉得大家很开心 所以一样的概念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年 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就是这样对不对 那刚才科长有提到 就是说 我们这次的表演形式有分很多 我从你们的海报也看到 不同的日期 所以等于是 它是非典型的剧场形式 没错 可以介绍一下非典型 是什么意思 如果在苗栗当地的朋友们 可能会比较知道 我们有一座剧场 叫做中正堂 是 这就是大家 比较清楚的 大家的童年回忆 童年回忆 因为我小时候就知道 要去中正堂看表演 看表演像风 对 所以在中正堂里面 有一个舞台 它是镜框式的舞台 也就是我们 经常会去看表演的剧场 那如果说剧场 你把它 舞台虚音把它形容成 一个盒子的话 它会有四道墙 对 左边 右边 背面 还有一道在哪里 就在观众席 跟舞台之间 那个隐形的墙 是 那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 艺术家 他不希望他的作品 被一个硬体的空间限制 所以他决定走出剧场 去寻找可以给他 更多激荡的空间 比如说公园 巷弄里 美术馆 甚至是朋友家的客厅 都有可能是他的 非典型的表演空间 对 那这一次的话 我们其实就是选择 非典型的展示空间 来创造这种 很不一样的氛围 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这样 对不对 对 突然很有画面 又很有想像 对不对 很期待 其实这 刚才科长说 这是第四届 对 这是第四届 过去遗见三届 其实跟这次也很不一样 每一届都有每一届的特色 对 我们要不要来 稍稍地回顾一下 它就是每一届会有一个主题 然后 刚才我讲过 就是它有会在 咖啡厅 其实是大家最容易想像的 因为咖啡厅 跟艺文的结合 大家很容易想像 咖啡厅嘛 喝咖啡 对 然后 可是我们也有在甜点店 有舞蹈的演出 然后那个舞蹈 还有古典音乐的演出 然后在那个餐厅的楼上 也有做一个就是 以失智政为主题的舞蹈演出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苗栗间 已经开了很久的 然后小小的咖啡店 它在楼上有还不错的展演空间 我们也请来了八十八颗巴勒子 在那边办不差点的演唱会 对 那其实现场看到观众的眼神 跟他们的参与度会觉得 虽然说 因为刚才博姐也有提到 就是有很多的 就是其实场地的争选 跟节目的争选 其实过程很繁琐 然后也竞争蛮激烈的 但是你看到就是观众 他们在现场留下来的回馈 其实会蛮感动 就是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是值得的 就是不要让观众框架在说 艺术一定要怎样 表演一定要怎样 什么样子 舞蹈它要有多大的空间 或是剧场它一定要有怎样 多豪华的灯光 其实都不是这样子 它可以打破很多的界线 然后得到就是现场 就是像很多家长 会带着小朋友去看舞蹈 然后去听古典音乐的演出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可爱的 它是在我们县府附近 有一间餐厅叫毛里村 然后它有一个 它是老房子 我知道那里 是不是 我知道那里 它有很可爱的那个logo 这样子 对 然后就隐身在 县府附近的一个老房子里面 它户外的庭园空间 就可以来做佛朗明哥的展演 对 然后甚至就是搭配了这个表演 帽里村设计的隐藏版的菜单 那我会觉得就是 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之下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 但是又觉得有趣 然后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 就是把这样子就是观赏表演 不用这么拘谨的一个 应该是说不用拘谨 然后你可以就是很放轻松的 即使你以后要去看大型的表演 你还是可以从这一些的表演面得到 你去观赏艺术的养分 对 我帮你听歌长这样分享说 好喜欢 我觉得不是只是那个表演的本身 是好喜欢这个概念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好喜欢这背后的那种起心动念 跟我们希望推广 让大家觉得接近表演跟接近艺术 其实是很亲密的事情 不是你想的这么的困难 对 然后你刚刚说认识这些之后 比如像佛朗明哥 你以后自己要去大剧场看 或是大表演厅看 那是后面的事情 可是在这个村落里面 我们希望可以跟大家 有这样的一个结合 我觉得好像垃圾车要来 大家都出来 因为到垃圾 大家有个连结 要有个感觉 还有动静才会把节目练柔 要扫解 大家先聊一下 你等一下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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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表演给女佣老 表演给你去 这感觉上很丰富 是不是要强一点 给博姐好好来介绍一下 设计一下 好 这一次总共有六个节目 是经过了非常大的讨论 然后选择出来的 很令人期待的作品 那这六个作品 其实在形式上 议题上都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我们接下来 有三周的议岁节 然后每一周 我们都会有两档的节目 然后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演出 所以在第一周的时候 我们会有李宥伟的 一个人也可以很快乐 AKA Lonely God 好喜欢这个题目 一个人也可以很快乐 没错 那他会在我们的送卖屋工作室 是一个以自家烘焙面包 还有咖啡为特色的一个店家 OK 对 我们会把他的地下室 转变成一个表演的场域 那李宥伟这一次 会推出这个作品 其实是跟我们 作剧场很不一样 因为作剧场都是一群人做 对不对 可是他这次挑战 一个人做剧场 也要演 他挑战很大 他会不会压力很大 你知道我意思是说 没有人了 所以我现在要催票一下 催票 对 对 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Lonely God 他一个人怎么做剧场 在送卖无风做事 那第一周的另外一个作品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 在地非常老字号的一间旅社 叫做星星大旅社 这真的是 你看他是一个 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老房子 后来慢慢的慢慢的 就变成了一个旅社 而且据我访问过他们 他们本来是 有一块没有释出 后来慢慢的客厅 本来是那个 好像是爸爸还是谁 他自己的比较 可能客厅干嘛 现在又释出了 对 这个地方太美了 非常有特色 已经大概70多年的 一个建筑物 然后是一个50年代风格的 一个怀旧的场域 那在这里是我们的好家 在剧团 他会演出他们的原创剧本 叫做房门前的一把枪 这是他们的 这是他们的原创的悬疑喜剧 好可爱 对 而且他们的剧本的场景 就是在一间旅社里头 对 所以但是他们这是 但是他们会在那个 星星大旅社表演吗 是的 对他们会 不好意思喔 整个场 我补充一下伯杰了 整个场域就是以 星星大旅社为主 场景 场景去做设计 二楼也会有吗 也有可能喔 也有可能是不是 所以要大家买条单进来看 太有钱了 卖个关子 所以观众会跟着三位主角呢 穿梭在这个旅社的空间里面 一起经历这个悬疑纠葛的 一个异想世界里头 那到了第二周的时候 也有非常精彩的节目 我们会在我们即将要开幕的 苗栗火车头园区 它会在异岁节期间开幕 OK 对那这个火车头园区呢 它其实也是台湾唯一的一个 结合了铁道文化 还有苗栗客家文化的 一个大型运区 所以其实也是 我们很期待的一个空间 那在这个场域里面呢 我们会有新锐的编舞家 叫赵新 推出他的作品叫做《瘟业》 那是一个舞者 和一朵花的 自我探索的一个过程 而且它会结合新媒体的素材 来协助它去呈现这个 虚实之间的一个 外在环境的建构 也是苗栗在地比较少见的 我觉得真的很会讲喔 老师 你看一个舞者跟一朵花 在虚实之间的一个什么 然后而且 这个状态还结合我们 新媒的素材 我刚才开始脑中想说 新媒 新媒 到底会是怎么样 可是听到目前 每个都好不一样喔 真的 所以这个作品在 苗栗火车头园区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形态 因为它有点像是一个展览 但又可以是一场演出 哇 做这个跳舞 跳舞 跳舞 舞蹈的演出 没错 那在同一周呢 我们再来到了苗栗县的 头乌乡 在 对 在养茶三味 我们会在一个酸甘茶的 专家的店里头 做一场演出 我们爱酸甘茶怎么办 一定要去那里了 在一起茶香 酸甘茶很不容易 一只酸甘茶它要经历多久的时间 非常久的时间 对 它不是什么一个月 两个月 它是用年来做计算的 对 所以去拜访养茶三味 同时欣赏一句句句句的话 他们带来的《纯爱戏指南百合篇》 是一个灵感来自于日系的 线上恋爱游戏 的一个真人演出 那在这个作品也非常有趣 就是观众可以参与现场的投票 去决定演员的下一步怎么走 我觉得这很棒 互动 互动 以前我们看戏的时候 就是看完之后拍手 我们就走 可是现在没有喔 你要是参与 你一旦互动了 你就是表演的一份 是 所以这个互动戏非常强 每一场演出的结果可能都不一样 对 所以很期待观众参与的结果 那到了最后一周呢 我们会来到了有百年历史的 三线百年客家输出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百年的日式驿站 在造桥火车 在造桥火车 没错 那也会有日式的战场宿舍等等 也是它的展演场域 那选择在这边 它有一种流动的感觉 所以我们是由克里夫这位音乐家 带着他的《美丽之源》这个音乐 一起进驻在这里 那它本身其实还有做声音的采集 所以不只是一般大家听的演唱会 还会有很多深赏的一些 让你胜利其境的设计 然后最后一个节目呢 其实我们会在西洋梨咖啡 这个地方非常小巧 很温馨 它是比较早期的一个眷村的屋舍 去改建成的咖啡馆 那我们会在这里演出 只有三颗的北斗七星剧团 他们的作品叫做《Delete》 那这个故事背景就是有一个编剧 她每一次都是帮别人写剧本 她终于决定要为自己写剧本了 然后她就去了咖啡厅 可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直到有一个女孩子 走进了这间咖啡厅 所以她 这个故事才超展开 对 我觉得听这个柏杰 爱用富翔厅 我觉得真的是每个表演 我可以很诚实讲吗 如果我只能去一天 我有选择障碍 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有时候你很清楚 这个还好 这个还好 我要去这个 然后这个刚听完想说 怎么办我有选择障碍 很难选 因为每个都太一个 你就算对表演觉得还好 但是那个地点你很想去 或是你去到那个地点 或者是地点也许很熟 或是你不熟 可是你对那个表演内容 你非常的有想象 你刚刚这样讲完之后 我很想去星星大旅社 想说会有什么样的 行征清喜剧 有没有 但是我又觉得我应该要去 认同一下那个孤独的编剧 孤独的编剧 没错 对 但是我 然后我刚刚听你讲的时候 我又觉得 可是我又很想要去那个 跟日志有关的 留下来的那种 你知道那种 一个营油诗人在这里演唱 的那种味道 因为那个地方一定会很有 那个时候的氛围 而且它 因为它表演会到晚上 对 我们就刻意 就是让它在晚上 有一个结束的表演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次 课长是蛮坏心的 就是因为这个表演太精彩了 没有错 我们策展人很坏心 都是我的责任 我觉得真的很好 所以兄弟们 去台下的亿光棠 就跟安雄家分享 是提供 那种新的出面 新的原因是 每十个礼拜 台下就做到那种表演 在昆月线里面 我是觉得 对 然后票价都很便宜 对 然后票价都很便宜 对 然后票价都很便宜 对 三百元 对不对 三百元 然后一兜一兜一兜 两百也有 也有两百多 现在口里到铁养 都不止两百块 你知道现在进店员院 你知道稍微看长一点 也是要三百多块 没错 是 两百元是做的一款表演 我们还是要去市场 台下市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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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两百元就是对他们的一种支持 真的 一个便当 等一下一百便宜 你做腿杯是一百便宜 一百多块才买得到鸡腿瓣 对 一个便当 你就可以进去看一个表演 所以这就是 刚才台队到台队都会少改 能够提搭到台队的说 因为今年的扩大的这种征选 其实已经到苗栗县的店家了 是吗 是 所以柯长要来分享一下 因为过去三届 其实都会局限在苗栗市 因为大家会想说 苗栗市的交通比较方便 然后又人口数比较多 然后替代空间也多 就是像刚才伯姐讲的那种老屋 或是我刚才讲的老屋咖啡店 老屋咖啡店 然后或者是餐厅 苗栗市很多 但是因为今年就是 我第一次接手办理这个益税节 然后我会觉得说 如果只把资源集中在苗栗市 是有点可惜的 因为苗栗总共有18乡镇 那成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就是说 现在返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那其实大家都在各地 很努力地在做着自己喜欢 然后也认同的事情 那虽然我们的资源并不多 可是我会很希望就是说 这少少的资源也可以分享到 苗栗市以外的区域 所以那时候我跟策展人 还有就是亚洲剧团 他们因为是亚洲剧团 帮我们签的线 然后那时候大家讨论过后就觉得说 好 那我们今年走出苗栗市 那可能今年就是只有看到就是 在造桥跟在桃屋 但是我们当然希望就在明年 会有更多乡镇的年轻人 不一定是年轻人啦 我们没有就是年龄歧视 所以欢迎大家 就是觉得自己的空间很适合 然后我也愿意支持这样子的理念 然后把不同的表演的活动 带进不同的乡镇 我们也都很欢迎大家来征选 来做场地的征选这样子 听说 我看看 跟基督教师的经验的表演 非常精彩 力量非常浅 还有什么精彩的美容 大家聊一下 等一下再讲一讲 今天今天大家在讨讨论 新的书目桌新的议设计 苗里幽料款表演 收藏节目呢 听伯杰分享了这么多 不可能我给他主题 表演给他内容 今天是东南线 200公司做的一款 我是觉得 10日版又是一款 每个礼拜有空就去看 什么 但是说明了 很多个表演 我觉得今天要特别谢谢 这个科长 还有伯杰带来 因为这整个海报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标准字好可爱 对 真的很漂亮 这个主视觉 其实你们应该也是花了满多力气 来来回回 是 这个主视觉是今年 特别重新在设计的 跟往年不一样 跟往年不一样 那因为其实苗栗 有非常美丽的山水 然后它的物产 也非常的诱人 还有这边的人 所以其实在设计师 设计这个标准字的时候 特别去把 有点像是一个山水画吧 好像在这个字里头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形 有山 有水 甚至有茶味 然后还有飞鸟 还有盗碎 其实都在它的字型的 艺术里面被置入 所以完全展现苗栗 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温暖 然后很丰厚的人情味 这种感觉 你真的很感人 温暖 丰厚的人情味 真的 那时候我们讨论这个 主视觉来回的时候 其实就也是来来回回 就是把这个概念 希望把它呈现到一个 就是一看 就会觉得有这样子的感受 所以后来就是海报的 那个主要的颜色 我们也都是希望呈现一个 是比较温暖 然后让人家觉得比较舒服 然后可亲近的感觉 是 对 因为苗栗的山真的很美 对 然后你认真 宁静一款 其实它有很多 像刚才波姐讲的 对 然后它有茶 对不对 然后它有好吃的食物 然后最近 等一下还有 我觉得这个艺文的推广 我觉得应该说艺术 跟年轻人回去 其实我觉得它开始慢慢地在发芽 过去今天还在播种 我觉得这个种子有慢慢地长大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但请安永宜 其实艺文推广没那么容易吧 柯长 是啊 给你一个土苦水的时间 没有啦 讲一下 意思就是其实艺文的推广 是大家一起努力的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从某 对 就是其实 我会觉得在苗栗 大家可能会有很多既定的印象 然后包括我们自己 也可能就会觉得说 可能老龄化 或者是说 大家可能比较 客家人比较保守 我想这些就是满满的标签 会贴在这些事情上面 我们内心热情如火 是 没有错 对 其实就是亲近以后会发现 就是客家的详情 是非常热情的 真的 对 然后他们会很挺自己人 没错 非常挺 我在干什么 我刚刚就 在刚刚 没错说 对 对 没错 对 真的 对 但是就是 我觉得艺文的风气 就是看你要从哪个角度看 的确在传统的书画 油画这一块 很多人在进行 真的在从事 但是像艺岁姐这样 就是比较 比较年轻 比较小型的一些 展演的形式 是在地比较不习惯的 那即使是现在推到第四年 我还是会觉得就是 我还是会希望它可以让 再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一开始我得到的题目 可能是说在苗栗推广艺文的难处 但是我必须 这其实不是一个什么 我不能说就是过于正面的说法 但是我会觉得难处是人想出来的 你如果觉得事情很难 它就真的变很难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 说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例如我们想要活化中正堂 然后我们想要让更多的场馆进来 我们想要让更多表演者来知道这件 苗栗也有一岁解 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目标 然后我们慢慢地朝着那个目标去前进 那或许今年或许只有这样子 那大家也可能就是旁观的人可能会觉得 也就这样子 对 可是我们至少今年做出来了 那明年我们可以再往前再推进两公分 就是每年一点一点的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 在官方或者是说在什么县市推广会特别的困难 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所有的事情一次都做到位 但是至少要有做 就是要有行动才有那个 我们才有衡量的标准 而不是说很难很难 那我就把 那很难 我觉得这个没有市场 我就把它放一边去 我去继续用旧有的模式去经营 这已经就是 我觉得这已经是现在就是 官方单位已经行不通的一个想法了 对 所以我今年就很开心就是说 亚洲剧团帮我们引荐的波节 然后虽然就是不是客家乡亲习惯的一个形式 或是习惯的一个审查方式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慢慢的就是一个 像算渗透吗 对 让大家熟悉 然后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然后这样子才有办法把事情继续的往下推进 所以其实不会困难 困难的是要找到伙伴 对 我在科长的这个口里听这一段话很感人 你就会知道就是在他 在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这样工作 可是他刚刚讲的事情比较是 我们就是得做啊 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 对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完美 但完美的定义是什么 永远都可以有更好的地方 但我只要有做我就有推进 对不对 我再做我就推进 像我就感觉到科长的一个很开放的态度 所以其实在今年 不管是作品的类型 长域的开拓 我其实都得到很大的支持 对 所以不是保守地做 是开心地做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真的了感你感性轻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沟通很多事情的时候 也要主办方能够有那样的高度 有那样的一个格局 或者是他有没有冒险的精神 对不对 我是不是讲到你的心神 有 我觉得这次很有挑战跟冒险的精神 是 因为要来的话 其实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我们觉得那个不行 这个不行 我们担心相亲不喜欢 对不对 这样子会不会相亲不习惯 会不会相亲觉得我们这样很奇怪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 你没有试永远没有第一次 是不是 你永远没有第一次 你不是搞不好一试之后 相亲觉得超爱 一试成主顾 对不对 一试成主顾 是 而且一直说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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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再 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扩大办理 是不是 对 而且这才是一个渗透 我们说常常这种 狗仓地独 就是一个浅移默化的一个过程 是 对 我觉得文化也好 对于艺术的推广 文化的推广 它本来就不是一处可及 就是慢慢地累积 对不对 不过去几千言 文化怎么可能是一个月就可以发生的 好 我觉得 谢谢 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但是 我们都要有一个这个单元 我们这个单元叫 就是我会问大家问题 然后不用思考太久 还好我们是唱客家歌 对 所以这也不是什么生物题 很简单 对 所以我先问 我觉得两个都一起回答 我的一起是只比如 你先或你先都可以 但是不能 不用认真思考 来 我先问一下 请两位各自推荐一个 苗栗美食或景点 苗栗美食或景点 客家三县百年输出 客家输出 客家百年 我把它讲错了 三县百年 客家输出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景点 景点 对 然后就是 有在我们这次 一岁姐里面的场地 然后因为它 还是在宣传 对 可是因为它真的很可爱 它就在照常 火车站旁边 三县百年 客家输出 台下地 散险 散险 半年 客家输出 对 一定要去 好 那你讲食物好了 食物 水晶角 水晶角 对 因为台下轮地 因为水晶角 其实是从枸杞 三枸杏 可是苗栗是半月星 对 对 你看 苗栗特色 对 只有苗栗 尤尼克 好可爱 好 如果在苗栗 有机会开店 你要开什么店 你先甜点店 你看我偷偷给你讲 真的 脚底按摩 这个很棒 一定要一直走 一直走 去看很多的地方 所以一定会搅算 对 你可以甜点店 结合脚底按摩 因为 因为我自己会做甜点 然后我好想 我好喜欢就是 我好想要就是 把苗栗特色食材 弄进甜点里面 那我可以举手 如果你有开甜点店 可以加水晶角吗 可以尝试 那伯杰去研发水晶角 然后前面吃完 特别是这甜点 过去的时候 就地图做脚底按摩 那样感觉 没问题 好 好 那个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对苗栗特的第一印象 空旷 空旷 好 有可能 好 来 我觉得人非常的热情 好 这也是大家对 对 但是我觉得第一印象 这应该是有接触 要不然也没有这个第一印象 对不对 但是一接触就说 人很热情 然后他很紧心 他刚才很紧心 当时很喜客 也很热情 这是真的 好的 对 我觉得山景很美 那个山暖 有时候只要空气好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是一层一层 你都可以想象那个颜色 这是我对苗栗特的第一印象 好 希望大家有看到 最后三十秒 来 让大家做最后的宣传 好不好 来 谁先 扣总 好 伯杰先 好 很期待 十月五号到二十号 我们每一周 都会有两部节目 很希望大家 不管你是在地的朋友 还是外地的朋友 都可以带着不一样的心情 来到苗栗 去感受这个 城市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所以台阶我们是这样 送给送送 他就天脑打冠天时 是你 女龙 十秒 来 好 那个益税节登场的十月份 是秋天 然后秋天是苗栗很舒服的季节 你可以看到很美的山景 然后空气非常的透明 然后在这边 不管是散步还是吃美食 都会格外的愉悦 再加上那个晚上来看表演 可以带回表演 或者是满满的心灵 跟身体上的收获 欢迎大家来参加苗栗一岁节 谢谢 联合大家 所以接下来 大家一起做文童 订阅 要讲大家 在这边 博似人类的免数 金充 还有天然 客家天使 YouTube频道 还有热静人片 金充 分享出去本台下哦